师父说人要吃四种苦 第一 独立思考吃哪里的苦 第二 忍耐克制吃自律的苦 第三 读书学习吃寂寞的苦 第四 姿态放低吃尊严的苦 师父 我知道了 我已经有人生目标了 问一个师父说说你的目标是啥 我要好好练功像师父一样厉害 这样师父又不敢再抢我的东西吃了 哈哈哈哈 小兵小典都来把你敬仰 少林 少林 小兵小典都来把你敬仰 很Е province 五 Mic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10年了